我們這一條路線的行程 有山還能玩水 所以接下來 就是要往水的地方去 但是這個水是在室內的 就是我們要去泡湯一下 泡湯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的是 它算是以前在這邊也是一個 蠻老字號的飯店 現在有經過改裝過 它該不會也有晚餐可以吃吧 有 晚餐也有 就吃個晚餐 住一個晚上 然後再隔天往金山區的行程 好 現在剛好因為我們拍攝是二月 所以還有一些是櫻花 飯店前面有顆超級巨大的櫻花樹 就是那個飯店 聽說看得到櫻花這樣子 我看到了櫻花 很多耶 而且很漂亮 它是這種桃紅色的 這是吉野櫻吧 應該是 很多耶 你看 很多耶 很美吧 對啊 到了 就是這裡了 剛剛在外面看就覺得很漂亮 對啊 住這麼久 沒有來過這裡 你聞 溫泉的味道 這一聞應該就是 我們這邊特有的白黃 白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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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星巴克 你好 你好 太美了 這裡的櫻花種類很多耶 我後面就有兩種不同顏色的 你怎麼已經卡好了一個這麼好的位置 我們現在還沒得到 而且 那個前面 他講給前面那一種 好過分 不過這次是最好的位置 這裡要大概 大概中午12點的時候 你就要過來 才這個最好的位置 這個在 你那個位置比較多 你剛剛看這樣隨便手機 對 拍下去就是 好美的 就是真的櫻花樹下的感覺 你知道 這真的好舒服 完全不想動 你知道這邊 除了有很美的櫻花 可以欣賞之外 它還有餐點 然後還有溫泉 對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房間 今晚就附設了 房間 對 而且好不容易我等到位置 結果現在要我去房間 什麼意思 有位置 對 那你去做個兩秒鐘 算了 我們要去房間了 對 三樓 我們先去三樓 看完再給你選好了 好不好 三樓 往上 是嗎 對 從這邊上去 我的到樓 那先看我的 那個溫泉位好重喔 這裡 到樓 我有一個 溫泉位 我有一個 可以看到外面 你看到櫻花嗎 如果可以看到櫻花 我們剛剛在樓下 排了 那我可以耶 我要出門了 這溫泉味好重 真的都是溫泉味 你看它白黃圈 對 白黃圈 它的顏色 對 它跟那種 碳酸性 又完全不一樣 哇 好重喔 就是溫泉的味道 你知道煮溫泉蛋 煮溫泉蛋 溫泉玉米 對 這邊是有點像河水 比較綠色的感覺 對 它是這種 大床 對 而且我發現它這個不是 它這個 它跟下面的材質不一樣 下面是比較偏地毯 上面是透氣的那種竹間 我覺得最主要 光這個泡湯的湯物 就很值得 對 湯物 就面對櫻花跟整個山頸 看下 看下你的 你看我都知道 你的在最後一間 對 你的沒有一間是沙拉丘子 我不要進去了 不進去 哇 哇 我們是整個社區的櫻花 還不只只有櫻花 我要面整個社區 沒有什麼啦 你可以看夕陽 不會吧 有啊 你看那個聖光 好美喔 我跟你講最重要的是 泡湯有沒有view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沒有吧 有吧 有窗戶吧 哪裡 那個不是禁止啊 你真的是情侶套房 禁止 你的這個比較大 比較大吃 這邊 其實我覺得家庭可以來 就是有沒有家庭等於是 帶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泡這樣 然後有雙洗手槽 對 麻將桌吧 對 要副抽屜 真的是麻將桌 對 副抽屜 籌碼 好好享受一下 等一下還有晚餐 對 等一下還有晚餐 就是吃飽休息一下再泡湯 可是剛剛好像有一個人 跟我說他今天晚上不住這 你不知道回台北 沒有 我看到這我要住 欸 一個 對 一個 我們房間就能看到超美櫻花 我現在邊泡湯邊看櫻花 該不會你在上面吧 咖啡區那邊 你該不會在那邊吧 然後這個是白黃泉 而且我發現他泡完身體會 我好 我喜歡 好想住在這 我剛在上面邊泡溫泉叫 那你沒有聽到嗎 我是故意不回你的 他耳機越硬越調越大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那邊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在樓下 你在等的那個位置 我想說 難怪我耳朵很癢 我一直很癢 來 他們這邊 這裡有你剛剛說的 這裡有晚餐 然後它是單點的對不對 對 然後它是廣東菜 牛腩烙麵 對 港式的那種牛腩麵 西腩麵 那種想撈麵的東西 它的 滿港味的 它的湯桶很好 滿港式 真的滿港式 真的滿港式 真的滿好吃的 我覺得滿道地 我們早上吃白蘭雞 來廣東菜我就要吃脆皮雞 脆皮雞 其實這也還不錯 問他的第二喜歡 吃南飯 然後把他喜歡的刺走 本來就我有吃到第一型餐了 很好 其實滿道地的 滿道地的 好不好 來 但我覺得這也不錯 還OK 他們做的沒有那麼鹹 對 有時候在港式 你吃一口就覺得 很鹹 而且它這個豆腐還算滑 用得很滑 就那種有點像老皮嫩肉 那種蛋豆腐的感覺 山泉水 泳池撈出來 你那裡面有用 沒有 他說用山泉水的骨魚 所以就是 用泳池的水下去沾 所以我想我這個真的不錯 我覺得真的不錯 今天最好睡飽一點 因為明天我們要往北海岸去的時候 對 說要帶大家去北海岸 然後去金山 對 那一帶玩 好 很期待 所以我跟你講這一家 它年紀已經還大 它開了多久了 30幾年 30幾年的老店了 小我一點點 對 它這邊就是 你大部分打金山美食 應該就會出現這個地板 我跟妳說 對 我雖然沒有吃過這家店 可是我聽說過 其實這邊有一個江湖謠言 什麼謠言 有人說 真的假的 因為它沒有菜單 好像它就是現在這麼貴 它就是一樣 就是這種 因為其實它這家店是比較偏那種 海鮮台式熱潮的那種 那種概念 然後也是一樣 就是今天老闆補些什麼貨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就是 在這邊吃這樣子 但是因為雖然沒有菜單 可是因為很多客人口有相傳 他們還是有很多厲害的 招牌菜籃 像這個 對 這個有照片的應該都是 都是招牌 我們今天會點的吧 我剛剛在他們拍成品的桌上 看到有香腸 墨魚香腸 對 料很多 它的墨魚 很多 瓜子也太多了吧 很多 超多的 我們應該要加這個 蒜頭 女明星敢光明正大吃這樣蒜頭 我很愛吃蒜頭 妳要不要最後一家再吃 不要 就要先再吃 妳可以這個嗎 我可以了 你們會不會直接把這一整盤吃掉 這個拍完了嗎 這個很好吃 這個拍完了 這超好吃的 我吃看看 招牌 我吃看看 還好剛剛我們有光明正大吃 那個墨魚香腸 對 尤其現在已經快2點了 2點了 真的大家都很辛苦這樣 妳要先吃哪一個 我可以先吃豬肝嗎 可以 但我不知道哪個是豬肝 這個 這個 剛剛上桌這個 我先吃豬肝 一來的時候已經看到好多桌 都有吃 然後他們都有點這個 而且都是空盤 他們都有點這個豬肝 每一個都有點這個 好嫩 超嫩 這種超級考驗師傅功力的東西 對 它的厚度 大小其實都 是會差不多 對 因為其實它切的這個厚 是有一點厚度 對 這個拿捏就很重要 是你如果拿捏得不好 就會很老 它這個處理已經處理得很好吃 它可能走水走很久 我們都沒有 把豬肝裡面那個血管裡面 那個腥味全部都洗掉 而且我覺得它也把 有時候會吃到一些筋膜 什麼的 它沒有 它全部處理得超好的 有修掉了 它處理得很好吃 它整個豬肝本身那個 保留肝臟濃郁的味道 但是那個血水味道都沒有 你下一個想吃什麼 牛肉 這也是經過我們一般溝通之後 才出現在這邊 是 因為我們本來要拍的時候 老闆就說 他覺得不要推 因為家就是他真的做不出來 跟我們吃 然後不要講 對 可是都會講一下 它水分很多 而且有點像那種中秋節 烤肉 烤肉飯 烤肉飯 我覺得它真的很麻煩 其實對這一點 就是說其實 它為什麼搞缸 因為它這還不能用炸 它必須要用煎的 煎完之後 它還要炒這個醬汁 然後醬汁炒了之後 還要再把這個肉放下去 讓它入味進去 而且你知道這種 非常麻煩 炒的炒個兩 三分鐘 就可以起鍋了 可是這個 要有點時間的東西 然後我剛剛原本以為 它跟豬肝的醬汁是一樣的 可是沒有 它是比較偏蜜汁 因為我每次只要看到 有花椰菜肝 我都會想點 因為很少在餐廳 可以吃到花椰菜肝 對 這是我剛剛講的說 因為花菜肝畢竟都是比較在 靠海的地方 才會有的 對 但是加肥腸其實滿搭的 因為花菜肝很脆 然後肥腸是屬於耐嚼的 配上它這種 有點紅燒的醬汁 然後花菜肝就有點像 你知道豆腐皮一樣 它原本是乾的 然後你把毛細胸打開之後 它的湯汁都跑到裡面去 我剛剛其實沒吃肥腸 因為我點這個 我只想吃花菜 對 這裡其實還有很多現在餐廳 老台菜看不到 比較看不到的出樓菜 這算是糯米八寶 八寶糯米對 這個也是手工的 這超費工的 剛剛原本以為是鹹的 我也是 它是甜酸酸的 甜的 它算甜的 它有一個 我剛剛偷問是什麼東西 金棗 金棘 金棗 都行 金棗 它外面是用豆皮裹起來 對 它超特別的是你越吃 你剛開始吃的時候 味道會有點衝擊 對 可是你越咬越咬 吃到第二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忘不了 我真的忘不了這個味道 真的 我們喝一下湯 好 排骨酥湯基本上也是滿 滿道地的一種 你知道 台味 冬瓜 冬瓜排骨酥 古早味 我好少看到排骨酥湯 通常是排骨是主角 這個是冬瓜是主角 這個排骨酥湯 跟我想像中 比較油膩的排骨酥湯 不大一樣 它真的就是 這個冬瓜味很重 你看它這非常新鮮的冬卷 就很像生草花植的那種很脆 他們剛剛說這一道不用介紹 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很好 我已經吃完了 是老闆嗎 是 妳好 老闆妳好 你們的菜都好好吃 對啊 好古早味 這 中卷我吃第二盆 是 你看 這是他吃的 都沒有 好吃多吃一點 不行就叫我吃完 妳怎麼處理什麼 龍蝦炒菜 不過老闆我 沒看到有人點這道菜 這是最近才研發的 最近才有的 我先來把它殼去掉 有沒有 好新鮮 拿上脫殼 這是活的 活的 對 活龍蝦吃起來會脆 你如果是死的籃子這樣 對 糊糊 對 對不對 龍蝦蓋飯這樣蓋著 二哥這個做法 通常都會做螃蟹 螃蟹有時候很麻煩 是你在那邊蹭比較好 我覺得那個 沒辦法像我這樣 這麼奢侈這樣跳樓 然後整個這樣 反正就是我覺得 它這個醬汁就是那種 鹹甜鹹甜的 很新鮮的那種感覺 我要吃一下這個魚捲 我從剛剛那拍就覺得 很厲害 因為這個吃起來那個 口感 手工的跟 機器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最主要是它外面這個魚 這是什麼魚 好薄 然後你可以把它捲在一起 那是深海魚肉 深海魚肉 我們把它冷凍固定 那個形狀 才能下去 海味 然後加上法菜 還有它那個高湯底 整個下去之後 他說這樣子 一盤300 一捲點50塊 我覺得它有帶給我 200塊的感受 真的 我們店聯繫兩年 也得到一個台菜傳承的獎項 好 這真的是很古早的 很古早的 對… 現在外面真的吃不到 好吃 我覺得都滿好吃的 謝謝… 我來吃得到嗎? 今天有很多一個 喔… 我們…